這個認成紋 到底能不能夠減少 其實還是有方法的喔 例如說媽媽在懷孕的孕期當中 不要增加那麼多的體重 不要讓肚子一下增加的那麼大 那麼的快 所以適當的體重的增加 還有呢 皮膚要有適當的 吃什麼吃什麼都不好 想要知道你有認成紋 我看你阿婆的肚子傷症啦 認成紋真的會遺傳嗎 媽媽沒有認成紋 女兒不擦保養品也不會長啦 今天我們來問問婦產科 民醫省靜如醫生 認成紋真的防不來嗎 這個問題常常在門診被問 就是說你有沒有認成紋 以後會不會長認成紋的 去看你媽媽就知道 其實是沒有什麼遺傳的關係的喔 很多媽媽真的都會為認成紋而困擾 第一個並不是因為她改變了外觀 第二個是因為有些媽媽對認成紋 長出來之後 她會覺得皮膚不舒服會癢 那認成紋呢 會造成認成紋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尤其是在懷孕的中後期 那肚皮快速的這個被撐開 因為小朋友那時候長的速度比較快 那表皮被撐開之後 下面的纖維蛋白 表皮下沉的纖維蛋白被撕裂 那這個撕裂的纖維蛋白呢 就會產生剛剛所講的認成紋喔 那這個認成紋到底能不能夠減少 其實還是有方法的喔 例如說媽媽在懷孕的孕期當中 她不要增加那麼多的體重嘛 不要讓肚子一下增加的那麼大 那麼的快 所以適當的體重的增加 還有呢 皮膚要有適當的潤滑 也就是說要維持皮膚適當的濕度 這些方式都可以減少認成紋的產生喔 像媽媽可能在房間 目前要擦很多的油啊 或是擦什麼乳液 像 妳是這邊有什麼建議 是擦油好呢 還是擦乳液比較好呢 其實擦油跟擦乳液的差別是 要看它對於皮膚的滲透性 其實很多的油脂類的東西 對皮膚的滲透性並不好 反而是一些 剛剛您說的這些乳液 它對皮膚的滲透性是比較好的 所以不要去相信太多這個 無味的這些傳說 還是要選擇對皮膚滲透性 保濕度比較好的產品來使用 所以還是要看保濕度的狀況 對 沒有錯 如果媽媽有過敏的話 小朋友有過敏的機會 可以高達五成 那如果今天很不幸的 爸爸媽媽都是過敏的體質 那小朋友會有過敏的情況 就有高達八成喔 八成的機率這麼高 那是目前現在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他像知道說 小朋友這樣過敏症狀 然後可以有一些 像因為現在可能空氣不好 或者像其實可以做一些預防呢 是 現在呢 有基因檢測的一個方式 可以去測得小朋友對於這些 剛剛您所提到的過敏的現象 包括異味性皮膚炎 氣喘 他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基因表現 那如果他有這樣子的一個基因表現的話 那父母親就要在他的生活的部分 做一些調整 例如剛剛您講的空污 對 沒有錯 空污的部分也是造成過敏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我們可以在家裡面 去擺放空氣清淨機 那小朋友呢 在出入這個污染比較嚴重的這個環境的時候 也可以幫小朋友做適當的預防 例如說戴上口罩都可以減少這些過敏的情況產生 因為體隱性遺傳的這個疾病 因為帶陰者是完全都沒有任何的這個臨床表現的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地中海型的貧血 那或許有可能我在做抽血檢測的時候 才發現說原來我的血色數比較低 可是平常我的運動表現啊 或是我生活作息並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如果我的先生我的另外一半 也是有帶有這樣的基因 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會生出 重型地中海型貧血的小孩 那有很多的代謝型疾病 都是屬於這種體染色體隱性的遺傳 那還有很多媽媽會講啊 那沒有關係我們現在有做新生兒篩檢嘛 對不對 可是要跟媽媽提醒的是 目前台灣所做的新生兒代謝型疾病的篩檢 其實只包含11個項目 那其實體隱性遺傳的疾病相當多種 不是只有代謝性的疾病喔 包括一些腦部的一些疾病 還有肌肉相關的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脊髓肌肉萎縮症 這個都是屬於體隱隱性的遺傳的模式的疾病 那如果能夠在孕前就先知道 那就可以讓伴侶也一起去做這樣的基因檢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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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